保护 我还没做过 我快去俩 我听到啥把事情了 我还不听到啥把事情了 小雙手的事了 我看不 диable 你会说一切 你让这些人 我听到一个人 你听到什么 我听到一句话 她的事了 因为我去把我们的事了 任务没有完成 我是不可能走的 阿靖 有什么东西比你的命还重要 阿峰 你不懂 我是大日本帝国的战士 在我的使命没有完成之前 我是不会离开这儿的 好 那你告诉我 你还有什么使命 事到如今 我也不瞒你了 我要协助大日本皇军 占领中国 你说什么 占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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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侵略中国就是你所谓的 帮助我们 占领中国 你不相信我 我也不勉强你 你现在就可以离开 甚至出去告发我 我也不会恨你的 请吧 阿靖 我再跟你说一遍 我不会离开你 不会 我洪峰绝不做防护都好 阿峰 你和你的排绘 是我们日本人的朋友 而且你别忘了 我们已经成亲了 你是我的男人 现在西安已经发生事变 中国全乱了 随时都会爆发内战 对于我们来说 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 我得到消息 陈雷和林长山去了南京 所以现在的上海特工部 是个空的 没有人会管到我 而排绘 昌叔离开了陈雷 就只是个糟老头子 这正是你拿下排绘的最好时机 拿下排绘 现在 在 没错 排绘不能没有把头 而且排绘里 有一批枪 对吧 你怎么知道 有什么事 是我不知道的吗 只要你得到了那批枪 排绘就是你的了 排绘 干爹 我熬了点粥 您喝点吧 来 沈宇啊 干爹好久没有喝到 你熬的粥了 要是干爹喜欢啊 我就经常给你熬 哎呀 沈宇啊 之前你从上海回来看我 干爹不愿意见你 现在 你还生气吗 现在是不生气了 但是您知道当时我多担心您吗 您还把我拒之门外 说实在的 我当天就后悔了 那个时候 我也真是自身难保 我不想把你牵连进去 干爹的心思善于懂 理解就好 善于啊 这些天我还真的为你担心 你可你现在还是一个人 我就盼着 你早点成个家 也了了我的心愿 咱们就不说这个了 干爹 咱们说说协商团的事吧 我觉得协商团立国立民 您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我说过了 我说过了 齐商团的事我不参与 干爹 您看 您跟欧美方面私人关系甚好 您出面他们不好驳回 要是成了是功劳 要是不成 您没有担当要职 舆论知道也无可非议啊 我议已定 你就不要再说了 干爹 我觉得您 好了 如果你还跟我叫干爹的话 协商团的事 你就不要再跟我提了 你们这次回来 可以在公馆多住些日子 如果你们不想留的话 你们也可以回上海去 干爹 那我还有一件事要跟您说 你还有什么事啊 是关于张虎的 张虎 张虎他怎么了 根据我们在上海调查的结果 张虎他协助日本特务 策划暗杀行动 其实他的真实身份 是日本特工 你笑话 张虎是日本特工 那我还是日本特务呢 干爹是真的 善于啊 我知道你不喜欢张虎 但你也不应该污蔑他 张虎是我一手带大的 我一手培养他成人 我能不了解他吗 干爹您怎么那么固执啊 常山跟陈雷 都已经找到证据证明 他的身份可疑了 什么证据啊 我就不相信 张虎是日本特务 你们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你们就不要瞎猜疑他 干爹 常叔 方爷 常叔来 你来 你来 你摆出个这样的阵势 这是要干嘛呀 常叔 要打仗了 咱没几天消停日子了 要打仗了 干谁呀 我怎么不知道啊 西安发生那么大的事 您居然不知道 中国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马上就要开战了 马上就要开战了 中国这么多年 哪天不打仗啊 就算是为了老蒋那些事 你也不能带着人拿着枪 到我跟前来啊 这是排会的总堂 是有规矩的 起来 我知道 我知道 常叔 我们呀 也都是为了排会好 您仔细想想 这账万一要是打起来 咱们排会的兄弟 家眷 生意 码头 不都得靠大家来保护 就单凭这几条破枪 怎么跟人拼呢 是啊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老靶头生前 可是给我们留下的一批枪 现在可是用枪的时候啊 不行 这批枪不到最危险的时候 不能动 常叔 现在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韦明已经死了 新把头又选不出来 这帐篷万一要是打起来 我们靠什么保护徘徊 难道让我们用兄弟的命 去往上搭吗 畅叔 封爷说得对呀 没有枪 咱们就得受外人欺负 要是早有这些枪 小姐她也不会死呀 住嘴 不许你替徽明 胖子 父爷 怎么跟长叔说话呢 张嘴 是 我该死 我该死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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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长叔 您两人家呀 别生气 我们呀 都是为了排会好 您是不知道 这帮兄弟们 私底下都张张着要打枪 有了枪 这心里面才有底 有了底 才能更好的保护排会呀 如果您要是不把枪拿出来 恐怕兄弟们可就会闹事了 闹事 闹什么事啊 这批枪 只有把头才有权力动 您说的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来吧兄弟们 选新把头 选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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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为什么 啊 阿峰啊 我就是跟你说行 我也不知道那些枪在哪儿啊 您什么意思呀 姑爷把那批枪藏起来了 陈磊 他一个外人凭什么遭将 这都是惠明赛的时候安排好的 等姑爷从南京回来再说吧 等他回来 等他回来 等他回来一切就都晚了 好 啊 啊 啊 呀 常说啊 您把阿峰 当三岁小孩子哄那 阿峰啊 你看我像是在哄你吗 嗯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去搜啊 只要你能搜得出来 这些枪 你就分给这些弟兄们 搜吧 胖子 方爷 啥事啊 把他给我盯死了 好嘞 干爹 我有事想跟您谈谈 铁商团的事就不要说了 不是 是私事 什么私事啊 是我跟常珊的事 常珊 来来来 坐 你跟常珊有什么私事啊 来 坐下来 说给我听听 你们俩什么私事啊 干爹 他 快成您的女婿了 这是真的 这些年 常珊一直待我很好 所以 我决定跟他在一起 不说 我知道 您一直把善语 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看待 希望她能有个好的归宿 我向您保证 我一定会好好地爱护她 照顾她 那你们俩 是什么时候好的 在上海这段日子 常珊她不顾危险 保护我 迁救我 处处都让着我 所以 我觉得她是一个值得托付终身的人 怪不得 常珊 原来 张虎一直在跟你争风吃醋 原因在这儿呢 干爹 我可从来都没有爱过张虎 而且张虎喜欢我 就是为了讨好您 这个 我跟您说过的 善语啊 我们今天找仆叔 是聊咱们俩的婚事 善语啊 其实 干爹也一直盼着 你嫁人 成个家 不管你选择谁 只要你想清楚了 你们能真正地相亲相爱 干爹绝不会反对的 啊 常珊啊 你是知道的 善语 从小就在我身边 我一手把她培养长大的 她是我唯一的亲人 你一定要好好地爱她 关心她 照顾她 不说 您放心吧 我林常珊向您保证 我会用我的生命 关心她 爱护她 照顾好她 但是 胡叔 国泰才能密安 只有这个国家太平了 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 我和善语这个小家 才能真正地得到幸福 您长期以来致力于革命 追求的不就是这个梦想吗 是啊 那你们俩 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 干爹 我跟常珊商量过了 我们决定 等到您从上海斡旋回来 我们再正式举行婚礼 行吗 好吗 这事儿 还必须得得到您的首肯 小心点啊 小心啊 好 主持人 你应该延zeit 看完 说 胖子 你马上去码头 多带点弟兄 好 好嘞 封爷 这个王八蛋 小心啊 小心 小心 轻点 轻点 长叔 搬这么多东西 干什么去 我是运我的东西啊 你的东西 您什么时候 也开始藏私货了 好 等等 装的什么宝贝啊 打开看看 不行 长叔 咱也别绕房子了 您把这批枪给我留下 我当这件事情就没发生过 更不行 咱可都是自驾兄弟 咱可都是自驾兄弟 真要是动起手来 恐怕不好啊 洪峰啊 你还拿自己当自驾兄弟呀 我拿这批枪也不干坏事儿啊 你不干坏事儿啊 你勾携日本鬼子是干好事儿还是干坏事儿啊 陆宝昌 荒芳 别不识抬举 开手 看你们谁敢 方业 滚开 你这是干什么 滚开 方业我要的东西 谁都拿走 这一批枪 要不定 别动 别动 洪峰 这一批枪是老把头留下来打日本鬼子的 你拿不走 马上 老东西 阿峰 你到排回来的时候还是个孩子 是老把头和我养活了你 给你吃 给你穿 教你念书习武 现在好了 你翅膀硬了 长本事了 你就这样忘了 排会对你的养育之恩吗 张叔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咱总得向前看 我必须告诉你 跟你说清楚 你是排会养大的 可是你 可是你赌博 犯大烟 玩女人 你自立山头 不忠不孝 你就是个逆子 赌博 犯大烟 玩女人 行行行 这罪名可真够多的呀 你 白家 犯大烟 老把头和我一次次的给你机会 可是你就是不知悔改 越走越远 你甚至大逆不道 我后悔呀 我后悔怎么养了你这么一个白眼狼 长叔 您说这话可就不对了 我要是六亲不认 你也不会活到今天 你 阿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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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告诉我 胡敬藏在哪儿 你在 你 阿风 胡敬是个日本人 是个日本特务 你就愿意为这么个女人 毁了自己 毁了整个排会吗 你 毁了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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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如果不是我 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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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风 你让人蛊惑了 你现在告诉我胡敬在哪儿 兴许我还能饶了你 想知道他在哪儿 我还偏不服 你 怎么着 刘忠 你打死我 你打啊 你打呀 你 长叔 长叔 没事吧 你不说 你就永远别想出去 长叔 等我 等我带着胡敬 我让你看着他死 来 长叔 我让你看着他死 长叔 咱们走 不跟那狗东西成亲 来 你们几个 你们几个 把他给我看好了 有什么情况 马上告诉我 是 你个老东西 你给我等着 看谁先死 坐下 坐下 兄弟们 长叔他老糊涂了 把咱们排会大量的枪支 偷偷地卖给外人 被封爷发现了 可这帮子混蛋 却把封爷给抓起来了 咱们排会 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为了封爷 为了咱们排会的利益 咱们必须马上出发 去救封爷 走 浩子 你干吗去 干什么去 去救封爷 救 你们举着这么多枪 这分明就是自相残杀 怎么能是自相残杀呢 陈雷 临长山 红蟒 现在都不在上海 咱们排会这群龙无数 只要抓了长叔 就能救了封爷 能有什么大损失呢 放屁 你举着枪击排会 这样能没有损失 那你的意思就是 不救封爷了 红蟒当然要救 但不能用这种蠢的办法 封奶奶说得对 我们不能自相残杀 是啊 是对 胖哥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 别的办法 老子没有别的办法 老子掉有枪 是求你的就跟我走 走 走 浩子 你快站住 兄弟 开一下门 给封爷送个饭 封爷吃的还不错呀 那当然了 要不然能叫封爷吗 封爷 您的饭送来了 您看您怎么吃 飞什么话呀 难道让我用饺子吃吗 来 来 过来喂我 回去告诉我 往上有种杀了我 封爷 封爷 别让小兔为难 滚 好 封爷 Hallelujah 好 封爷 好 封爷 虎 你以为是 我看是封爷 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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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堂的兄弟们 以防万一 不行 那批枪不能动 他们就是真来 那批枪也不能动 阿峰有罪 可那帮兄弟没有罪呀 排会这么多年来 从来没有干过 自己人打自己人的事 谷爷和阿猛都不在 我不能坏了这个规矩 可谷爷现在不知道 哪天才能回来 阿峰又关在这儿 即使胖子不来 那胡敬也会来呀 长叔 您老先出去躲躲 排会这边 我守着 阿猫 来 我在排会待了一辈子了 现在 老把头和惠明都不在了 我不能走 阿峰就是想要那批枪 他要那批枪 也是胡敬指使的 长叔 你听好 这批枪 今天晚上一定要藏好 千万不能让它落在 日本人的手里 长叔 您就听我一句 排会不能没有您 您是咱们排会的主心骨啊 阿猫啊 我这把老骨头 没用了 长叔 你就是来 也看不上我呀 你记着 这批枪 你一定要亲手交到孤爷手里 阿猫 长叔 阿猫 长叔 长叔 阿猫 好了 别哭了 别哭了 藏好那批枪 比什么都要紧哪 长叔 记住了 我记住了 我记住了 将军 戴老来了 戴老啊 我们好久没见面了 辛苦您跑这一趟 来来来 请坐 胡将军有请 我还能不来吗 来 坐坐 请用茶 阿猫 在来的路上 李副官已经把将军的一些想法跟我说了 蒲将军也认为卧血方案可行 大老啊 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 我们开门见山 西安出世了 但国危在旦夕 时局随时都有可能崩溃 陷入混乱 按理说 我是个负贤之人 理应不当参与 可是那几个年轻人说得好啊 眼下日寇正虎视眈眈 妄图侵略我中皇 在国难当途之际 我们每一个国人都应该站出来 兵器前线 一致对外 可是 西安那边僵持着 如果谈不妥 那对谁都不好啊 也苦了天下百姓 所以 我愿意冒这个风险 我请您和几位先生出面 和欧美方面谈一谈 不知你们意思如何呀 其他几位都已经跟我商议过了 现在主要是看将军的意思 有你蒲将军领衔 就会有分量 我们去斡旋 才能起到更好的作用 好 我已经想通了 让鼎力相助 有你这句话 我就明白了 我这就去跟他们说一说 让他们一起去上海 好 那就有劳您了 傅将军放心 好 李副官 有 送送代劳先生 是 请 代劳 请 好 代劳 请 代劳 您慢走 好 我 不是 你 帮我 你看 我 你 有 我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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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您决定了 是的 我决定了 这事不能再拖了 是 我和陈雷已经 是受曾如龙的指令 来请您出山的 从我的职责上来讲 我赞同您去 但您是我的恩师 我个人认为 您这样做太过危险了 上次政变的事情 好不容易才脱身 现在余波未了 您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 恐怕会人火烧身哪 你考虑我的安全 我很高兴 但这件事情我已经决定 虽然我现在没有什么实权 人也老了 但我毕竟还没有老糊涂 也不是畏首畏尾的时候 更不需要太多的顾虑 可是您一开始不是没有答应他们吗 那是不是您受了陈雷和林长山的蛊惑 他们两个的话您可不能信啊恩师 丈夫 你坐下来 我要告诉你 我的决定和任何人无关 我知道 你和他们很不和睦 尤其是和那个林长山 为了善语 你们一直针锋相对的 你可要知道你是个男人 男人就要大度一些 是 为了善语的感情 我不会多过问 他爱谁 我从不干涉 只有祝福 你也知道 善语从小在我身边长大 我太了解他了 他看人还是准的 你 不要为此和林长山一直对着干 大师恩师 就算抛开个人角度 我也不建议您去 张虎 你还记得是什么时候跟着我的吗 我当然记得 那个时候我还在日本 那个时候我在日本 在日本的很多留学生 都愿意巴结我 只有你不愿意凑热闹 那个时候你还是一个落魄的青年 我肯定很聪明 很有才干 力排中意 我才决定把你带到我身边的 是 每个恩师的赏识 就不会有照顾的经营 你很有上进心 也很吃得疾苦 你和紫瑜都是我的左膀右臂 多少年来 你跟着我安前马后 确实也辛苦了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恩师您教导我 我很感谢 所有为您做的一切 都是 向儿子为父亲做的 理所应当 有你这样的话 我很欣慰 我在你们身上没有白费精力 你们还很年轻 有十足的干劲 但是你们缺的是 想问题 处理问题 还不够周全 怎么样 张虎没有在楼上 那你干爹呢 干爹应该还在书房 卧玄仪式已经定下 我会全力以赴 你也不必有过多的质疑 危机时刻 你不要让我失望 你更不要让我后悔 看错了你 不单单是你 还有善于林常山 如果你们让我发现 你们不忠不孝 做了对不起民族和国家的事情 那我绝不寻思手软 学生不敢 干爹 干爹 饭好了 去吃饭吧 好 吃饭 走吧 恩事 上山啊 吃饭 好 站住 先生 你干什么呢 我从太和来的 找昌叔有事 找昌叔 对 稍等 来 先生请 先生从太和老家来 一路劳顿 先坐下喝杯茶吧 您不用客气了 没关系 我有钥匙找您谈 是胡小姐呀 昌叔 我听人说你在找我 是 可是我也没想到 你肯一个人来 有什么是我胡进不敢的吗 你来得正好啊 我正等着你呢 那正好啊 那么废话少说 把洪峰放了 告诉我枪在哪儿 我饶你不死 快说 冷靠近 冷靠近 走 走 阿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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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峰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得知道你回来 你们要干什么 炮子 你干什么 把门打开 不开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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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枪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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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峰 你毁了牌汇 你还做了 日本特务的走狗 你个老东西 你说不说 你说不说 你告诉他 说出枪在哪儿 我们就不杀他 不杀我 你一个日本特务 能在中国的地界上 再活几天哪 少叔 少叔 你快说 少叔 你枪在哪儿 你说了就不会死了 你说呀 说呀 阿峰 你这个孽畜 你这么多是 又不好 你在哪儿 届 你死了 我 你呢 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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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